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对党的认识 就是说每天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 也不会想这么多 就是说疫情期间这三年时间来 对这个党的认识 中共的认识 我才彻底的醒悟 在这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恐惧的 自从疫情开始 我们就是说做核酸检测 就是说一天天做核酸检测 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一天做两次核酸检测 然后就是说在睡着梦境中 然后把你叫起来做核酸检测 做核酸检测排查这是不生问题 就是说感染了也是不害怕的 最害怕的就是感染上把你拉去隔离 然后隔离之后你家里的所有东西 就是完全都给你扔出去 还有有些东西完全都给你销毁掉 烧掉 然后拿个消毒东西 就是说各个角落冰箱 所以灶台全部都给你消毒 这是最恐怖的 还有就是说我身边的人 回家以后就是说 屋子里是坑荡荡的 让我们就是说没办法再生活下去 我周边的人就是和他一个同学 海外同学在聊中国疫情的感受 然后就是正于这种情况下 电话被监听 然后半夜警察就敲门 把我们这个朋友给叫走了 叫走就拘留了十几天 拘留十几天回来他就神经治 就看看家里各个角落桌子底下 到处你有没有按些监听器 说话都不敢说的 还有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和我儿子在交流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不敢说话 我和我老公在交流的时候 稍微说点敏感话题 我就胆战心惊 我要把手机放得远远的 才可以说话 我就害怕 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 然后就想让好好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在这恐惧当中 连说一句真话都不敢说 我给我儿子在说电话都被监听 然后说说电话就断掉 说话电话就断掉 我儿子在国外上学 所以我和我儿子交流 就不敢说一些别的话题 只是问他学习的情况 生活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天 在做核酸的时候 每天早晨起床 第一件事就要打开核酸报告 我要看看我是阴性吗 或是阳性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心才能放下来 今天我才能好好的过一天 一旦就是说要发现阳性 所以我一天每天就活在 胆战心惊当中 我儿子在国外上学 就是说为什么跟他就是说 聊一些别的知识 就是说知识 聊一些你今天吃的什么饭 你今天怎么样 都聊这些事情 就是说别的我们正常的沟通交流 交流一些话题 我因为儿子出去上学 就是说对国外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了解的比较透彻 和我们再说一些 我们就不敢和他说一些正面的话题 比如说我儿子在网站上看一些 法轮功的那些神韵舞蹈 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就不敢接他的话题和他讨论 正如说这个事情 我的电话立即就自动断掉了 所以说就受到了监听 我老公有一次有一些事情 去晚了到我社区去做核酸检测 去晚了到另外一个小区去 已经做了 这个小区没有记录 然后就是那个公安局派所社区 都打电话过来恐吓他说 你再不去做核酸 然后我要就给你抓起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三四次 我就劝我老公 我说你每天再忙 再有别的事情 你必须第一时间要去核酸 你这样子要是抓进去了 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天天就是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我老公因为就是说 对这些了解的比较透彻一些 所以说他天天跟我说 我就害怕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去 你会发疯 你会受神经质的 你会抑郁的 最近这几年真是有点抑郁 退出党团队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同胞 一定要意识这一点 你要觉醒吧 一定要觉醒 所以说你现在生活在中国的这种 真是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说让我们每天恐惧的生活 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自己想说什么不敢说 自己想做什么不敢去做 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我的心愿就是说 我呼吁我们中国的同胞 一定要认识现在的骑士 认识中共的真面目 一定要三退 因为我到海外 我已经退出少先队共青团 我这样子 我到这边 我就是可以说真话 我一下子石头落下了 一定就说 现在我真正找到了自我 活出了自己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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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